大家好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好的今天是9月10號星期五 來玩我們的QF4STOP 上一集論壇沒有什麼公告 就只有一個禮包的公告吧 一些商品更新的通知而已 好就這樣子 這邊有覺醒EX的種類 還好吧 聖典格鬥加記憶選擇 這好像比較好一點吧 選擇券 但是是要用黃寶石 黃寶石基本上沒有 以前那個史詩任務會送 那都把它花掉了吧 好然後 上一集有網友留言 應該就我們公會GMI留言 他有做了一個EXR的 星星月亮的覺醒石 那我現在好像還不能做 我覺得那個掉的數量可能是有隨機吧 我後來看了一下 我好像才四個吧 來找一下 欸跳過頭是不是 這裡 EXR這個選擇箱 這是材料啦 那我只有四個啊 但是好像五個才可以做嘛 那我看了一下他留言啦 我印象中 印象中 他說他做到不錯啦 然後是有灼傷然後攻擊 攻擊兩個嘛 都是攻擊的 因為那個還是有機會做到HP的 這種還是有機會做出HP的吧 這邊都是攻擊嘛 我怎麼聽到有人說還是有機會做出HP 對啊這邊還是有HP的 所以你還是會有那個運氣不好的情況做到HP 齁 然後還要再看中間這個效果是不是你要的啊 他是說他一顆喔 一顆大概加一萬五戰力吧 12萬的SS草屜 然後穿上去大概加一萬五戰力吧 我 印象中看的留言是這樣啦 我 我沒有再去找 好像有看到這個留言 這個訊息 我給大家參考一下 一顆 戰力加1.5萬 那兩顆又三萬啊 對吧 差不多啦 那個這一種的 這種EX好像才加8000而已啊 7-8000吧 那這種雙攻的應該加更多啊 再加上去大概就一萬五嘛 因為是12%吧 如果你練上去你可能是12%吧 這邊看不出來啊 對啦12%啊 因為你練到LV死之後 這個效果算是LV1 它的效果就是12% 就是說你的攻擊力多12% 比EX的還要多12% 那戰力可能又多一些嘛 所以他是說1.5萬啦 我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你們要拼的人 但是我覺得很難啊 很難 因為那個還是 慢慢來慢慢來 有時候你會抽不到 我建議你還是累積多一點再開一下 如果你很急的話就開吧 然後有網友問說 痾...真理的特殊卡跟 原本的那張BS特殊卡哪張比較強啊 我們來看一下 痾...一定是這張比較強啊 因為這張畢竟是要抽了嘛 它是6星卡 6星卡 然後21.2秒冷卻 然後攻擊力1815 然後這邊是加爆擊率5%跟爆傷20% 這個比較強啊 然後送的就EP任務送的這一張 來看一下 痾...179星嘛 低一點點 然後冷卻好像也... 久一點吧 然後這邊是加貫穿力700 痾...我覺得那個... BS特殊卡應該是比較強齁 看這個CT啊 這個3還有這個效果 這一招好像比較短一點 然後我剛好拿去打那個機師 好像也是可以打斷 我就試了一下 好像也是可以打斷 我們來試一下試給大家看吧 那我就組了一隊 痾...看一下吧 加減看一下 成員的活躍度狀況 恩...應該都是想玩的人吧 大部分會留下來的 會氣的已經... 欸這邊有... 這哆啦A夢常常就... 好幾天沒登錄 好幾天沒登錄 好啦我再給他一天時間好了 如果明天我再看他沒登錄 我就把它踢掉 好不好因為已經六天了 因為我大概就... 七天吧 我也不要太嚴格啦 我也不要太嚴格 很多人都是三天嘛 很多人都是三天嘛 會場都是三天就踢了 嗯... 那就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痾...這隻機師是需要中毒嗎 那那個真靈有中毒 我們來看一下真靈 真靈的話也不錯啦 但是... 打起來也沒力沒力 因為我戰力不夠 七萬而已 絕景石都沒裝 只裝三顆而已 我這邊有出血 然後這邊有劇毒 技能三就劇毒 我都是技能一二三亂按啦 因為他這邊也是有重置嘛 因為你只要出血或中毒啊 就有一些效果嘛 痾...命中出血可以重置 也就是說你出血可以... 出血可以... 可以先出招啦 看你要不要二仙七手 但危險的時候我就三七手 因為三有極限虎獎 反正就一開始就一二三嘛 他之後危險我就三二一 或是一...就是三一二三一二這樣 好... 那我們就來試一下吧 戰力不高啊 所以說...其實打不太懂 這個組合要一百鑰匙過 我覺得沒辦法硬打 就是你沒辦法說不拖時間 不拖奧義耶 我平常都是... 這種組合在打 這種組合也不想拖時間 就直接硬打 就炒涕跟那個不知火硬打 就暴氣硬打 然後那個壓點拉出啊 出來這個放這個... 劇毒 這個位置會放那個... 會放這一隻 這一隻很好用 因為他是十秒劇毒嘛 中毒嘛 然後必中 十秒內 然後...這種是必中 因為是所有敵人 他不會被抵消掉 不會被他的奧義啊 抵消或是他突然閃開 他突然無敵人就放不到 所以放這個比較好 好...那就來試一下吧 來試一下... 我不要真的打完 因為我也打不過了 沒辦法一百鑰匙啊 就是如果你這樣用... 硬打的話 這個如果你真理戰力夠高的話 應該可以單挑啊 直接單挑了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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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放慢了放慢了 可惡啊 好我們再來一次啦 再一次再一次 不用推出了再一次 因為我要等他放那個地板那一招奧義 然後再AOE他 好沒氣 哎呀沒氣啊 不好吃不好吃 再一次再一次 因為我這個組合我沒有練習過循環的套路 我想說隨便打 隨便打這次就不好打 你有可能被秒殺 好沒關係我們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反正他暈我們之後馬上就會奧義 暈我們沒多久就會奧義 我們就派那個死士那個幻影精靈出來 前面先隨便打 機器一下 這個你暈不了他 所以你沒辦法重置技能 那個幻影精靈不是可以重置嗎 但是你暈不了他 所以重置不了 哇你看你重置不了 3可以重置 2重置不了 來來來來 他放了對不對 打斷他 打斷了 他被取消了 你有沒有發現 他那個 取消跟那個雅典娜一樣 就是他 他的那個火焰是放不出來 但是他仍然會有動作 哇這真靈爆他腳真的很快 所以說你真靈可以單挑 如果你這個BS真靈夠猛的話 是可以單挑吧 我們看看我們公會有沒有人單挑啊 看一下看一下 好這邊有一位單挑 他打多少 你看664 他就真靈五星單挑 可以啊 可以啊 因為他真的爆很快 我這個戰力才7萬而已 也是爆他那個護甲爆超快 一下就break了 他就被消掉 所以單挑可以 就是你要有練度 好BS真靈可以用 這個BS真靈跟這兩隻沒搭啊 因為這個真靈是BS 這個是SS啊 這邊也有有沒有 這個打多少啊 2000好厲害 1200好厲害 這個AS你可以配 因為就像我這個 這個是 這隻隊長是AS格洛加 就可以吃55% 然後HP-5% 這可以配 他配這個組合可以了 這組合可以啊 然後這個組合還可以打那個 電擊的 他應該也是用這個組合打電擊吧 不一樣他這邊換了 他這邊換這個SS俠 SS俠 也是電擊 他這邊就雙電擊 但是SS俠是那個核心電擊 他是 有改過了好像是3秒內 每0.5秒觸發還是電擊吧 所以他只有3秒的樣子 印象中是這樣 我沒有練啊 我只有1星 我只有90等而已 一直沒有去玩 看一下 這隻的問題就是 他的電擊在核心嘛 這次你拿那個總力戰也很討厭 因為你一定要先 讓他打你一下 你才打動他 好這裡 每3秒內0.5秒 受到攻擊力80%的定擊傷害 好 蝦 這隻蝦 這邊有一個減傷 這裡 總力戰的時候 如果你 你如果HP100%打他的話 他 超不痛的 你看 90% 打不動 所以你最好先防禦讓他揍你一下 就是你技能要扣著 你不要技能放完說打不動才讓他打你 我常常這樣子 之前常常這樣就被他帶走了 一PO就被他帶走了 因為我不想要等啊 因為打他好久 我就想說 那我讓他打我一下好了 結果我就 我就再見了 我就往生了 好 大概是這樣吧 那 隊伍接力 我下一集再來玩吧 好吧 我下一集再來玩 因為又出新了嘛 不滅的莫斯 那我原本的組合是 就是 我原本的組合是這個啦 紫苑 然後 黃屬性的草屜 然後還有這個 有持續爆破那個 嗜魂的那個 夏洛特 那我今天把他改成這樣子 我原本那一組也是可以一把過 這組應該也是可以一把過 黃屬性克他嘛 然後這兩隻 很強啊 奧伊可以拖時間 就比較拖 會很好打 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剛試了一下還不錯 我待會再來打一下 嗯 明天再來打吧 那這一集也是一樣 就稍微介紹一下 真理的特殊卡嘛 也是可以打斷 呃 他是取消 他不是打斷 感覺是取消 那個火焰就不見了 地上那個火焰 所以他取消的方式 跟那個雅典奧奧義一樣 好但是 他打這一隻的話 沒什麼優勢 因為 因為他是暗黑 這隻是 暗黑吧 突然想不起來 應該是暗黑吧 我覺得好像是暗黑 有點記憶 頓頓的 太多真靈了 暗黑有沒有 他是暗黑 暗黑的話 打擊是沒什麼好用的啊 就只是 只是 測他的奧義 可不可以 終端或取消 因為 既是需要中毒 還有電擊 Expert 跟那個Nunatik 這兩關是 比較需要打的嘛 像我HARD都懶得打 每天都只打200鑰匙而已 HARD已經好幾天沒打了 好 那這一集就 先這樣吧 好的我是HAMU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